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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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技能博学 循环政策 假想两国演武并预测 预测成功则战斗力加武 三技能弹博 提升好感 民心达到八十时 提升粮食产量 重点 一 华夏名城的准确含义是什么 如果以后剧本《外族入侵》那些名城不算华夏名城的话 司马辉的适用时代就有了局限 二 之前直播时 联络非常引以为傲的虎雀演武果然还是来了 看看仓库的武不得俭 二技能对你来说是好是坏呢 武琴系 强身体 以气力除百病 画陀 自圆画 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 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 外科鼻祖 一技能麻沸散 循环技能 我方随机一名武将解除地buff 提升威望 提升民心 二技能武琴系 民心达到80时 提升居民增速和战力 重点 下场杀敌的武将是会存在负伤等负面buff的 恢复到正常状态是有时间限制的 麻沸散可以秒回复 雕蝉是演艺人物 东汉司徒 王允的义女 为救汉座 舍身上演美人离剑技 结束了董卓专权 一技能碧月 循环技能 提升民心 提升所有势力腐化 二技能声色 用剑成功时 若对方势力腐化达到50 降低其战力 重点 高腐流 貂蝉可称之为大义侠女 这技能的设计有点像打几 默喜看齐的迹象 不过好歹也是四大美女 继西施王兆军之后 反而更加期待杨玉桓了 天干地支 六丁六甲 曲意鬼神 变幻莫测 作词 自圆放 东汉末年著名方式 喜好研习炼丹之术 通武经 名六甲 传说能一识鬼神 一技能顿甲 可用卡牌鬼神 朴素信仰达到60 提升军规 二技能靠军 循环技能 获得粮食 兵力达到10万时 增加朴素信仰 重点 朴素信仰 之前在后继的政策里见到过 俩人可以合作一下 或者左辞在兵力达到10万时 循环六次技能 也可以提升20军规 且不增加钱粮消耗 居兽原为韩副手下 后头袁绍 帮助袁绍统一河北 最早提出携天子以令诸侯的人 但未被采纳 关渡之战 被俘不祥 后被曹老板所杀 一技能匹敌 兵力达到10万时 降低其他势力军规 二技能预舰 减少千辆消耗 重点 再次提到10万兵力 初步猜测 这个值不容易达到 参考萧和的政策 府民 军队10万的设定 在春秋战国的奇异国 初始只有四万 秦宠汉的楚 初始只有五万 读游是官之名 像其他八个繁金名臣一样 通知一类人 而不是某个人 一技能读查 提升腐化 根据民心提升金钱产量 二技能宣达正令 提升战力 降低民心 重点 没啥重点 想到卡车里又多了 每次抽到只给三个碎片的名臣 闹心 名臣爆料告一段落 猜测一下明天的官方整活 会公布点什么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关注哦 如有不对之处 尽情指正